Hinson 好不好玩嗎? 很好玩 因為無論是拍戲 然後做音樂 因為我幫這部電影寫一首片尾曲 就叫做 Rain or Shine 就像今天的天氣一樣 很大雨 又像前幾天一樣 很陽光普照 還有前幾天很大雨 其實想說的就是 做音樂或者拍電影的那種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完成那件事 和很享受過程的感覺 這次氣氛會否不夠合? 我也很知足 希望下次可以更多 因為這次我的角色 是一個中後段才出現的角色 就是一個很喜歡K的年輕人 當他是小時候的偶像 亦是主角Rondy的叔叔 很多戲份都是跟Rondy一起做的 很開心可以跟Rondy 也有這麼有才華的小朋友 一起做戲一起玩 那除了音樂的電影之外 你有沒有覺得 戲是很期待的去挑戰它呢? 戲? 我自己是對於一些推理或者懸疑或者恐怖片 是有一種感覺的 那有機會都很想做那個客人 或者被人嚇的那個角色 那在現實中你有多喜歡Rondy? 現實中 現實中 其實都跟那個角色很相近 因為 陪伴著我的成長 就是K的音樂 那我記得小時候是聽 這樣說的字不太好 年輕時其實是一種很早期 K出道的音樂 叫做 One and Only 是一種英文歌 那一種歌是很打動到我 因為那時候大部分同學 都是聽廣東話歌 那K就出了一種英文歌 都很影響我之後 可能寫音樂 不會限制自己是純粹廣東話 可能英文都會寫上 那所以這次跟K的合作 是很開心 和很興奮的 有沒有跟他講自己的 有啊 我記得我第二天就跟K表白了 那K就說 分享他那時候寫這首歌的感受給我聽 那我就 就是 好像一個小粉絲一樣聽他分享 有什麼都想合作 合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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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不知道說不說 因為我不是寫片尾曲的 那我片尾曲 其實我寫的時候 我是不知道K會不會答應的 但是我就想著 K的聲音就寫了中間一段 而去到我們練習的時候 因為今天我們是記者會 那我們今早就拍了一個 在KBO卡裡面的一個合唱版 那我在練合唱版的時候 就向K提出了這個邀請 那他就答應了 那他就答應了 會參與一起合唱這首歌 那之後就會大家聽到 電影版的片尾曲 《Rain or Shine》 那他什麼時候出來呢 應該十月頭就會 十月中 差不多電影 因為我們《四拍攝家族》 是十月十九號上映的 應該差不多那段時間前後 大家可以聽到 是 是 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這部電影 也會有很開心 因為這部電影 大部分的演員 都是跟音樂相關 就是音樂人 Henjin Teddy Robin 他們都是 在這個行業 我聽了他們的音樂很久 今次還有機會一起拍戲 是很開心的 所以 在不拍攝的時候 我都不停問他們 其實以前或者現在 怎樣繼續做音樂 他們都很好地分享 他們怎樣做音樂 Henjin 接下來會有一個沉浸式的音樂劇 而Teddy Robin 又繼續不停地合作樂隊 所以大家 好像彷彿音樂 是一樣可以陪伴大家一輩子的東西 無論大家在什麼階段 都會繼續帶著音樂 去行人生的每一個章節 那你自己活動都想做導演 也關於音樂的電影 暫時就不會了 暫時我比較想專心於作曲 和寫歌詞、填詞 希望以一個曲詞創作者的方向 繼續走 但都會自己有空 當是興趣地寫一下故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